排骨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但是您知道怎么做 软烂入味 颜色还好看吗 今天呢 我就把自己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如果您看完这个视频再学不会 我就背着我的排骨 去你家教你 首先准备两斤不要钱的排骨 切成小段 这个焯肉的时候 一定要凉水下锅 这样呢 有助于血水排出来 再来点料酒去腥 煮出血沫 捞出洗净备用 起锅烧油 放入冰糖炒糖色 要想做出来的肉的颜色好看呢 这步呢 非常的关键 其实呀 熬糖色挺简单 多做几次你就会了 首先呢 开大火把冰糖炒化 熬着这种香油色 咱们给它关火 用锅底鱼纹把它炒成枣红色 千万别让它冒大泡 冒大泡就苦了 枣红色下入排骨 加入大块葱姜 花椒大料 干辣椒 生抽和蚝油 少许的老抽上色 翻炒均匀加水 适量的盐 鸡精 如果您不知道 每天吃什么做什么 就给大兄弟点个关注吧 没事啊 你就上我主意 扒拉扒拉 肯定有的菜是你喜欢的 说不上哪天 你就真的能用上我 大火烧开 转小火 炖四十分钟 临出锅前呢 咱们烹入少许的盛醋 咱们再撒点白芝麻 看看有没有十月 特别的好吃 视频都看到最后了 家人们 感谢您的双击和关注 感谢